你看谁来了迎来大来宾陈奕恒 阿佩音的作品家喻户晓 我没有说得起 不能让人看不起 我打进过的精兵 遇到岳家军就溃不成军 得此人相助 何时必信保不失 他的演技精湛 刻画人物入目三分 让我来猜猜市长大人你的心思吧 只要澳门跟东山没事 你紧张什么 众多好友逐一登场 是谁的出现 让他难以置信 怎么都没想到是大姐能够来 应该是很熟啊 让他自个儿说像家里人一样 现场问答斗智斗勇 谁能更胜一筹 那就这样吧 去过我们家吧 这将会成为经典提问 一航老师啊 嫂子回去不会生气吧 这节目就完之后 这家庭矛盾产生了 我想去 本期你看谁来了 马上开始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王芳 王维涅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大来宾是谁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 他出身京剧世家 自幼喜爱文艺 他的演技精湛 刻画人物入目三分 得马上去医院了 怎么 给你和齐小燕疼地方是不是 我要是真跟齐小燕有什么 我可以到宾馆去开房 天出城 你到底说实话 他的声音雄浑 富有雌性 令人难忘 做大事的人啊 一喝醉了 可能会损失很多钱 本王居住在云南 爵爷住在京城 本王怎么会有幸认识爵爷呢 可是何氏璧已经落在他人手里 就算安全送回邯郸 也于事无补 我看你跟着令狐冲没得到什么好处 只学会了口舌招游 他就是演员陈奕恒 从一近四十年 他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魔力 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 他将为我们分享怎样的一番人生感悟 掌声有请大来宾陈奕恒 掌声有请大来宾陈奕恒老师 有请大来宾陈奕恒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陈奕恒老师这是把头发剪短了是吧 因为拍戏 演什么戏呢最近 演一个农村的 这戏的名字叫《我们的小康时代》 陈奕恒老师呢其实演了好多戏啊 我觉得可能大家呢对他的形象比较了解 但是并不知道呢他其实原来呢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配音 配过了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片子 您配音配了多少年啊 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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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十三年你一直在幕后 对 嗯 那是是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就是只能放到幕后 因为你的长家吗 因为您没有办法不在幕后 为什么 是因为我去到TVB 就在香港是吧 香港TVB呢 您的粤语不好您不能拍戏 哦 也就是说我们在内地听到的这个 所有的普通话都是配上去的 对都是我们 我们把它翻译过来 您就是当年给这些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港台剧 然后配了很多音的那一位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哪一个角色是您配的 电影我配了三百多部 三百多部 三百多部 电视剧我配了有一万多集吧 我的天哪 经常配的有王伟 郑少秋 嗯 有胡峰 嗯 大傻 大傻也多 陈奎安 陈奎安 嗯 豪歇 我们这样啊剪了一小段呢 陈老师的配音作品 咱们一起回忆一下当年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剧目啊 来 嗯 情愿辞 也不能让人活活的侮辱 我没有说得起 不能让人看不起 像我大金当年人强马壮 本来可以一举平定天下 就因为岳飞善于用兵 我大金国的精兵 遇到岳家军就溃不成军 你个畜生 还在这口舌招游 好 我就点你的雅穴 然后再割了你的舌头 按照朝理 犬子在大婚之前不方便跟公主相见 所以我们不送公主进去 不过今晚 本王设宴每为绝也洗尘 请大王如夏臣引荐一个人 何人呢 是一个少年辖士 叫向少龙 得此人相助 何时必信保不失 谢谢大家